蕭寶寶上個月帶媽媽、大兒子、媳婦和喬叔孫 去到加拿大溫哥華出席二姐姐大女婚宴 蕭寶寶的二姐夫在溫哥華經營南妹和紅妹生意 有五百畝農地,家裡有兩萬多呎 又有工人,生無無憂 她帶我一年,不過每個人都說我比她大 有錢就幸福點,樣子都保持得好點 不跟我們洞洞洞地 今次由二姐姐全包宴,請一家人玩足一個月 五兄弟姐妹難得邪閘,加上喬家四代同堂 喬媽媽就最開心了 都是趁媽媽走走走走,帶她去看多些喜事 她說南亞人都很孝順父母 老人家年老更加要幸福,不會送父母入住老人院 預計11月22號全交輩再聚首,慶祝媽媽的八十大壽 至於可愛的喬孫孫,目前六個月大 但喬寶寶已經開始教她說廣東話了 我香港出生,廣東話我母語 教母語給我下一代或隔代都很正常 學習了 他訴完喬姐姐今年8月30號一歲生日 希望到時可以帶他回香港 和親朋戚友見面 不過他就說暫時都沒有人 打兩爺孫主義拍廣告 他就透露已經為孫仔找好校網 兩年之後會搬去校網好的地區 而原來孫仔也一早承諾 喬孫孫不會自得一個 我叫他趁我走可以 給我多些驚喜 他都有計劃 即是說最少兩個 我叫你會逛街 我叫你會選擇 頭部